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调查员水恩 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从8月份开始,我们节目为了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 节目组已经准备了丰厚的礼品送给大家 只要你在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准时收看生活调查团 我们的调查员就会去到家亲自送这份礼品给你 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公共频道 多多支持生活调查团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 入正题啦,入正题啦,好激动啊 本期的节目,我们要带大家进入一个好看又好玩的清凉世界 什么清凉世界呢? 阳光、沙滩、海浪和颜值鲍边的比坚里 你猜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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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全部都不用的,慢慢来 我们先从古道金看下 幸福的当代人受益于科技的发展 可以选择电风箭 空调带来的消暑去热,相当疏苦 在古代没有供电,没有电器的情况之下 有的人是怎样避暑降温的呢? 有的人是洗澡的? 游泳 不知道 玩水啊,游泳那些啊 用水啊,一旦就凉快了 古人渡客当然是大家想象当中这么简单 而古代人渡客被我们的现代人这么瀟灑 漢代皇宫是设有东夏两用的空调房 夏季用房叫做清凉殿 唐代有个从东罗马帝国流传以来的 进口空调含凉殿 除了之外,古人夏天也非常有生活情趣 李白的《望廬山瀑布》 就在廬山的避暑那时写的 彩莲、泛舟、水雕、磐琴 这些都是古代人常见的户外避暑娱乐方星 除此之外,南宋的时候 就已经有冷饮店卖那些雪糕食 那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蜜水了 口感就相当于现在的雪碧感 哇,听到我也想试一下 古代人的智慧就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佩服了 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尤其是那些无所不能的网友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古代人的降温方法 那就是智慧了 但是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网友的降温方法 那就是奇葩了 夏天来了 最悲哀的事 莫过于我家里没有空调 而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就是 连电风扇都没有 最后有没有比这个更悲哀的呢 就是你有空调,但是停电 停电啊 风扇啊 风扇,扇子哦 我是用风扇的 风扇吧 谢谢 浪人家如果回答 水正常人类的饭酒 下面就等我们带大家建设一下 千奇百怪的防暑降温计划 凉水计划 奇葩指数三个星 我们就地取材用沉湿的水字 你看看这位哥哥 浸在水里面还玩手机 看看都觉得舒服了 冬瓜计划 奇葩指数四个星 抱着冰冰的冬瓜睡觉 听说可以降温三度吧 大家即可买个冬瓜吧 就是不知道 抱冬瓜久了 冬瓜会不会怀人的呢 西瓜计划 奇葩指数五个星 很多人都吃完个西瓜 都喜欢用西瓜皮来抹面 是因为用西瓜皮抹面 可以降温 我想到有神人用西瓜皮 来做西瓜虎 哇 看到大家都这么努力 去找那些降温的方法 我也不好意思收起我的奇葩了 想一下吧 现在的生活这么艰辛 累了整天了 回到我家 当然是冲回个凉凉 然后茶满那些刺激 又凉爽的泡泡 哇 真的超舒服 又超凉爽啊 没错了 就是这支冰爽沐浴露 就是我夏天的时候 拿来降温的奇葩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和我都一样 用这种冰爽沐浴露的呢 冰爽的 冰凉了就可以了 我没有用过 冰凉了 清凉了就可以了吗 清爽了 夏天都用清凉了多 看来大家都倾向于 这种清爽型 用完之后 清清爽爽舒舒服服 看来大家都认为 这种沐浴露 是夏天的必备佳品来的 但是我们在清凉的时候 有没有仔细想过 这种冰冰的感觉 是不是真的可以 令到我们的体温下降呢 冰凉成分对我们的皮肤 又有什么作用呢 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又如何去静托 选一款适合自己的沐浴露呢 接下来的时间 让调查员说音乐 一一为你解答一下 冰爽型沐浴露 真是令到人在冲完凉之后 有一种冰凉的感觉 相信很多人都有刺身的体会 洗完之后 真的觉得既凉爽又舒服 但是这种沐浴露 带给我们的冰凉感 是不是真的可以 令到我们的体温下降呢 还是说我们只是身体 产生一种错觉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 大家是怎么看呢 是舒服的吗 我们都是不习惯用沐浴露的 很凉一点是不是 很滑的 感觉身上凉凉的嘛 很舒服 但大多数用过冰爽沐浴露的人 都会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凉爽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觉呢 普通沐浴露和冰爽沐浴露之间 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用过就知道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进行实验 我都等了很久 你终于来了 就等我们一起进入 晚中期待的实验时刻 阳光、沙滩、海浪和颜色 爆点的鼻腱来、腰来 各位 按不住鼻子了 可否可以反过白眼睛给你 如果不可以的话 可以加密技巧 好 大家看到我手上 已经拿着两支沐浴露了 一支是有着普通滋润功效的 另外一支是冰爽沐浴露 这两支沐浴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冰上沐浴露带给我们的冰爽感 是否真正降低了我们的体温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做个测试 有请我们的志愿者 有请 哈啰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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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介绍三位志愿者 这位叫小麦 这位叫阿峰 另外这位叫小亨 刚才偏道已经把他们的手 已经是塗了一些水在上面 他们的手已经是做好准备的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开始进行实验 首先来测试一下 他们手上的温度是多少 实验规征 这一次实验 调查员会首先测量战者的手臂温度 然后再在战者的左右手上 分别涂抹普通的沐浴露 和冰爽沐浴露 涂抹完发之后 再次测量手臂的温度 得出手臂涂抹的沐浴露前后温度变化症 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看 看到冰爽沐浴露 是不是真的可以降低 我们的手臂体温呢 好了 那我们看到三位志愿者的手上面 已经有很多泡泡的了 这个时候我们问一下 他们有什么感受先 首先问一下小麦 小麦 刚刚两只手擦了不同的沐浴露 现在有什么感觉 我左边的手感觉好凉爽 好凉爽 然后右边的话就跟平常那样 比较润滑一点 然后左边的话就很凉爽 阿峰 你现在觉得你左右手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左手降低了两三度的感觉 好凉爽 两三度那么夸张 我们先不要落建议这么早 我们这个时候先来测试一下 他们的温度是多少 再来定下轮 在开始实验之前 调查员就分别对三个人 左右的手体表温度进行测试 温度如下 小麦 右手温度31.7度 左手温度29.4度 阿峰 右手温度29.5度 左手温度30.3度 小亨 右手温度29.4度 左手温度30.7度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问一下小亨什么感受 小亨现在感觉左右手有什么感觉呢 特别是左手 特别是风吹上 阳瘦瘦的挺阳爽的 很舒服 这个右手平时洗澡 没有什么感觉 我感觉的话 这个左手应该降了 应该有两三度吧 两三度那么夸张 先不要这么快落建论先 我们这个时候来测试一下他们手上的温度是多少 涂完沐浴路 调查员继续进行温度测试 涂抹普通沐浴路的右手和涂满 冰上沐浴路的左手温度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 阿峰 右手温度29.1度 比涂抹之前下降了2.6度 左手温度28.9度 相比涂抹之前下降了0.5度 阿峰 右手温度29.6度 相比涂抹之前上升了0.1度 左手温度29.3度 相比涂抹之前下降了1度 小康 右手温度28.5度 相比涂抹之前下降了0.9度 左手温度29.4度 相比涂抹之前下降了1.3度 我们可以看到 温度相差最大的 竟然是涂了普通沐浴路的阿密的右手 下降了2.6度 相比普通沐浴路来说 冰上沐浴路并没有对我们皮肤表面的物理温度 带来多大的变化 因为这个冰爽型的沐浴路里边 它添加了有一些独特的成分 比如说它添加了有这个薄荷醇 我们知道薄荷呢 对人体对薄荷就有一种独特的那种体感 那么你在吃薄荷的时候会感到口齿清新 同样你的薄荷里边的体体物 薄荷醇 如果添加在沐浴路里边 对你涂在皮肤上面去 也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那么需要指出来的是 但是这种感觉并不是温度上的降低 就是说你的体感温度并没有降低 这个主要是由于这种物质薄荷醇 通过你的体表作用到你的末梢神经里边去之后 产生那种体表收敛的这样一种感觉 哦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冰霜沐浴路里边有什么魔法 原来是里面的薄荷醇含量的不同 如果没有这一点的差别的话 其实冰霜形和普通的沐浴路原理 以及功效都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淘汰了冰霜沐浴路 没有水清洗怎么算好呢 日常洗活我们用番茄好还是用沐浴路好呢 不同性就是几乎在夏天应该怎样沐浩都孤离了 不要走开 精彩马上回来 其实这样说 夏天的时候用这个冰霜沐浴路 以及用这个普通的沐浴路 效果是差不多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用冰霜沐浴路多一点 觉得它很神奇 夏天只用一点就可以令到你身体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用多一点当然是更加清凉的 但是仔细想想 如果用多了这个冰霜沐浴路的话 但是又没有清水洗的话 那应该怎样算了 冲凉冲到一半停水 真的相当之悲惨 更悲惨的就是 如果你全身涂满了沐浴路 而且是冰霜沐浴路 一点点令人清凉已久的冰霜沐浴路 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冰霜沐浴路逃久了 会让我们的皮肤带来哪些意伤不到的变化 而这一切就让我们通过实验去寻找答案 好了 那我们的实验还是要继续的 辛苦我们三位志愿者了 辛苦你们了 为了更好地了解 查了沐浴路之后 不可以冲洗的感觉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会在志愿者的手上 查满很厚的一层沐浴路 让你们感受一下 好了 那我手上已经拿着一支沐浴路了 那我们首先 就查一号志愿者的手 一小时之后过去 对了 我们现在问一下三位志愿者 他们现在手上有什么感受 小麦 哇 这边好凉爽 就是感觉温度至少降了十几度 那么夸张 降了十几度 哇 真是好夸张 有没有危害呢 我们问一下第二位阿峰的感受 阿峰 现在感觉 我觉得手有点麻木 麻木了吗 是冷的都麻木 好了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小亨 小亨你现在手上有什么感受 哇 好冷啊 感觉就 已经麻痹了 麻痹了 是吧 好了 三位志愿者的感受 都觉得他们的左手 是非常冷 而且已经麻木了 哇 个个志愿者真是勇士了 经历了一个小时的等待之后 三个人手臂上 据说出现凍僵了的错觉 甚至感觉自己的毛孔 在吸收着沐浴露 哇 真是很多人害怕 那是不是真的对皮肤 没有伤害呢 这还是有可能 按照我刚才讲的 刺激磨叉神经 所产生带来的一种反应 人体的一种正常的治理反应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拿冷水去冲淋它 或者说拿冷水去敷它 很快这个症状就会消除了 所以说无论用什么沐浴露 一定要用合适的量 这样才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 偶尔换下结肤产品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说到这个结肤产品 一定要说的是 最近非常火的一样产品 是什么呢 特别在朋友圈里面 个个都说它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价格还不低 这个红片中微信朋友圈的产品 就是神租 网传神租可以洗面 擦牙 冲凉 以效果大别好 这个时候就有部分网友发问了 等着今晨期 我们应该如何 在它和沐浴露之间做出选择呢 我们冲凉的时候 到底用肥皂好 还是沐浴露好 我们一起来先听一下 宇宙的声音了 我觉得用肥皂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没那么滑 感觉在身上受伤 感觉洗得干净一点 用肥皂好一些 用肥皂好一些 用肥皂比较方便一点 肥皂 用肥皂 用肥皂 肥皂 我大多次用肥皂 当一个事实 没有办法用言语去确定它是非的时候 实验往往是最有力的武器 这个时候 等我们拿起我们的武器 认清事实 将肥皂和沐浴露 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 好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进行的实验 大家看到桌面上已经准备好几样东西了 首先三号的烧杯里面就是肥皂水 就是我们的偏度提前调制好的 另外两杯就是清水 待会我会分别加入冰爽沐浴露 和另一个就是普通功效的沐浴露 这个实验就是为了测试一下肥皂和沐浴露的酸碱度 我们现在开始实验了 先加这个 这个就是冰爽沐浴露 先盖上沐浴露 然后这杯清水 我们就会加普通功效的沐浴露 两杯都加了 那我们熬均匀它 大家看到我旁边已经准备好三张PH试纸 首先我们看看三号的肥皂水 它呈酸性还是简性的 我们先拿出第一张的试纸 然后滴一滴在上面 三号的肥皂水 它的颜色变化非常大 一瞬间就立即变成蓝绿色 我们拿第二张PH试纸 我们看到二号没有太大的变化 颜色也是跟之前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三号的PH试纸 这个颜色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对比 再看看它的酸简性是如何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 就是PH试纸的颜色对比图 它上面的颜色号数已经整齊了 如果稍后是低于7 就证明它是呈酸性 但如果是高于7 那就是呈简性 好了,我们现在先对一下三号的 我们看到三号的这个PH试纸的颜色 大概在7到8之间 颜色是比7深 但是同时也是比8浅一点 大概是8左右 那就证明三号的肥皂水 它是呈简性的 好了,我们看看二号的PH试纸 它的颜色是处于6这个位置 6是低于7 所以二号是呈酸性的 好了,我们看看最后一个 一号的PH试纸 看看它呈酸性还是简性 一号的颜色 它就跟刚才二号差不多 依然是6这个位置 所以说一号也是呈酸性的 其实神噪没有什么神奇的 它其实跟一般的香噪功能一样 香噪呈简性是因为它的清洁能力很强 对皮肤有着非常好的清洁作用 特别对于油性的皮肤来说 可以起到很好的控油作用 但如果皮肤干燥 就必须要紧慎使用了 香噪大部分简性强 使用几次之后皮肤会发干发紧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地选择一些润肤露 来滋润一下我们的皮肤 在嫌疑的夏天 无论是用沐浴露洗澡也好 还是用肥皂洗澡也好 最关键的就是 不仅要清洗好自己的皮肤 还要好好地护理自己的皮肤才行 很多人因为在夏天的时候 不会出现冬天那种干烈的情况 所以就会忽视对于皮肤的保护 有些会有点 少吧 没有 敷一下面膜吧 男的就会比较少一点 女人就可能会有 没有 有啊 敷面膜啊 都是清凉的 就是感觉皮肤有点干燥 容易出汗 其实在夏天 我们更加应该好好保护自己的皮肤 你想想 在烈日当中的曝晒 强大的紫外线 超高的温度 哇 对我们的皮肤 真的造成严重的损害啊 这个时候呢 夏季护肤就成为了 每个爱美人士 必不可笑的功课了 夏季应该怎么护肤呢 调查团大货堂现在开始 那首先呢 你们先了解清楚自己的肤质是怎样的 夏天的一些皮肤特点呢 就是气温的自然气 气温高 尤其是我们南方 热带热一热带 湿度也大 丢湿大量的水分 还有皮肤表面 还有汗液蒸发很多 整个皮肤表面的屏障功能 是受到一定的破坏 哇 原来肤质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说实话 老师啊 我是中性皮肤 平时应该怎样保养啊 那个肝性皮肤呢 一般呢 有皮脂的分别比较少 皮肤表面比较干燥 那皮肤也比较光 防毛孔也比较细 整个来讲的表皮比较薄 那这种你看上去的细腻 出去晒太阳 就会出现 蜜光视频等等这种方面 所以个人的皮肤不同 也有各种不同的特点 哇 原来是这样啊 很开心啊 那我以后的皮肤 会不会越好越漂亮的 调查员 你这么漂亮 就不需要再打听美容的秘方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如何为自己在下跪当中 选一款适合自己的洗药用品 以及如何用自己的皮肤 选择适合自己的洗药用品 还有下跪点护肤 麻烦你不要跑步 好吗 今天真的和大家学习了很多 关于沐浴路方面的知识 特别是一些美容的小细节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好 不如来看看这一家吧 来 你好啊 我是生活调查团的哪里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 称道 杜先生 我可不可以进去一下 可以 好 麻烦 你刚才一直在这看节目 是不是 是啊 那你知不知道今晚节目 是讲什么 讲粗糧饼干的油脂太多 看如何检验油脂的东西 那你觉得粗糧饼干吃了 健不健康呢 两体 有好又不好 就是两体 是啊 那你带走我们的问题 我现在还有一份小礼品 送给你的 有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 我们的健康病官 哦 菜病官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就是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是不是 照着治安条例的 很多内容 那你觉得我们的节目 可以给你什么帮助呢 给我们提示 我们的警惕性 治安的东西 大家认识得太多 多些了 全言言 查了先说 好了 恭喜以上和长的家庭 那我们今期节目时间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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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